几梁和华州两个为了斗气 连齐庄公送给他两个人共用那部马车退回去 两个就和驾驶马车的小兵三个人一起 步行就来到举国国都城下 举国刚才打败了早有准备的了 就在城门口前面挖了一道成像几阔的深溝 里面放满了毯 点着火都变成一道火溝 那成像几阔人怎么跳得过去 那个驾驶兵车的小兵就说 两位将军听闻古代的武士 之所以能够留名后世 就因此犧牲一名 今天为了两位将军 我就死在沙场上了 说完一跳就跳到火溝中间 用身体来扎着炭火 几阳和华州两个就趁劲跳到他身上 然后再跳过那条火溝 一过去就回头想拉他上来 哎呀都已经烧到焦了 几阳和华州两个就一边流眼泪 一边跪低在这边扣头 来搭借这个小兵 华州扣了三个头就抹干眼泪 就跳起身了 几阳呢 还跪在这边哭 华州就大声喊他 喂 大丈夫是死如归 那你还在哭什么 难道你怕死 我怕死 唉 我只是敬佩此人 勇气更胜过我 几阳说完也跳起身 两个就冲到城门底下 那时候呢 城上早已安排了百几个射手 那你两个勇士 就算力大无穷啊 那你站在城下 就被人当把子来射的 当堂就被乱战射死了 后世人而论这三位勇士呢 说他们敢冲敢打 固自然是不怕死的好汉 但是只是为了一辞之气 不惜一死来都拨过流明后世 那来到有意兴生 实在也不值得称赞 再说个齐庄公 知道这三位勇士死了 心中十分远色 少了三元勇将 一吐气就放在举国那里 把小小的举国围住来攻打 举国没办法了 只要是投降 就做了齐国的属国了 举国呢 就将己良和华州两个尸首 就运回到齐国 那那位驾驶马车的小兵呢 就已经烧到化成灰尽 就找不到的了 那这里有个传说 己良的老婆呢 叫做孟姜女 孟姜女呢 因为哀悼丈夫死了 就在家里呢 拜祭丈夫 终终就哭了三天 连齐国的京城的城墙也倒了一段 一段落下来 说她哀思逼切 精神感动天地 后世又有个传说 秦国建筑万里长城 孟姜女送寒衣给丈夫几粮 后来知道丈夫死了 在城墙下面来哭丈夫 又哭到万里长城也倒了一段 这两个传说呢 是两对夫妻 都是同名同姓的 丈夫叫做己良 妻子叫孟姜女 照这本书的作者冯梦龙说呢 说后面那段孟姜女哭长城呢 是假的 她写这个孟姜女 哭塌了齐国京城林之城的城墙才是真的 哈哈 那哪个真哪个假呢 我就才疏学钱没什么研究了 不过这些呢 都是民间故事 都是传说 这样来说法呢 无非是说孟姜女 哭得很辛酸 很感人 而已 如果哭两下就哭得 一心想组织军马去攻打进国的 谁知没多久 齐国发生了一场大乱 齐庄公霸主做不成 连命都没了 原来呢 这位齐庄公他当上齐国的国军呢 是几兄弟之间动刀动枪 抢回来的 当时齐庄公呢 全靠大夫吹柱和庆锋两个帮手 就杀了自己的两个弟弟 然后才做得成 故事齐庄公接位以后 轮功行上 就封了吹柱 和庆锋两个呢 就做左右仪兄 就是左右丞相 那两个人就拿大拳 又丞相吹柱呢 她的夫人就生得很漂亮 有一日 齐庄公呢 就在吹柱的上府那里和吹柱喝酒 吹夫人就出来敬酒 怎知那个齐庄公呢 一见就起心 就勾搭上吹上国夫人 这件事呢 这件事呢 渐渐就被上国吹柱知道了 就追问夫人 那位吹夫人呢 就一边哭一边说 说是国君似势逼自己的 一个妇女人家 怎敢抗拒她啊 那吹柱呢 就激到面都变色 就想杀了夫人 之一来 吹柱呢 最宠爱这位吹夫人的 二来呢 想起这件事呢 又说是不责怪他 一天都是个分君做出来的 吹柱就忍着口气 又没出声 从此 他就立心要杀了齐庄公来报复 吹柱呢 就拉了左相庆丰两个 两个就夹定计 如果杀了齐庄公之后 两个就平分齐国大拳 吹柱呢 又在宫中收买齐庄公的心腹除宠 准备内外串通 来到恒大市 又这么巧啊 齐庄公有个最宠信的除宠 叫做假树 有一天 齐庄公喝醉酒 就责怪这个假树 服侍不周到 将他鞭打了一百皮鞭 那个假树就怀恨在心 吹柱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直接用重金来收买了假树 这个假树呢 是日夜跟随着齐庄公的嘛 从此 齐庄公一举一动 吹柱都知道了 就准备找机会来杀齐庄公 就是这样啊 那位齐庄公最喜欢武术的 出入都带着一批武士 就是所谓五成之奔 来到保价的 这帮五成之奔呢 都有万夫不当之勇的 那你要杀齐庄公 哪里有这么容易啊 吹柱呢 就耐心在等候时机 续续等了五个月 被他等到了 那天呢 举国的国军来朝见齐庄公 齐庄公就在京城的郊外 设宴来接待 就派人叫吹柱来作陪 吹柱呢 就假装说病得很紧要 不懂得起床 在府中养病就不能够来啦 那齐庄公一听 说吹柱病了就唤起啦 唉 这么久没有和那位崔夫人相会 这里在郊外 由勤吹柱的上府 这次去趁机和崔夫人相见 他就立刻吩咐随从假恕 叫他准备车马 一会吃完饭之后呢 要亲自去上府探望上国的病 假恕之道的 就立刻派人去报信给吹柱听 吹柱就立刻调动了人马 安排好陷阱 一心等齐庄公入圈套啦 再说一下那齐庄公啦 他呢本来宫中已经有一大批基历的 哈哈他偏偏喜欢那位崔夫人 但是崔柱呢 是上国来的 有实权的 故此呢 那齐庄公呢也都不敢硬抢了他 只要透透摸摸来到来往 但是最近的崔柱呢就防范得很严 故此呢就很久没有跟崔夫人见面 现在机会来了 齐庄公呢也要 你心急要去见崔夫人 他请个举国国君吃饭呢 也都是求求其其应酬一下 他就说有紧要的事 很快就山植啦 一山完植 立即就坐上马车 赶去吹上府 一入到上府呢 上府的家人又说 上国病得很紧要 刚刚吃完药又暈了 现在在厅堂那处 古时的习俗呢 如果人病得紧要就死呢 就要抬出大厅 齐庄公呢 他是一心来见崔夫人的 哪有心来探病呢 故此呢 他就看都不去看崔上国 急急就直进后面崔夫人的房 那齐庄公身边呢 有四位护驾将军 就是四个五胜之斌 这四个呢 里面又有天下文明的周卓和假举 他四个呢平日全部不利 齐庄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那这一次呢 齐庄公入上府 这四位护驾将军 也想跟进去 齐庄公那位随从假恕的就说 喂喂 四位将军 主公的事 你们不是不知道的嘛 小人是近身内事都不敢随便跟进去啊 你们四位如果进去 一定被主公赶出来的 不如这样吧 不如我们一起在外面等候好了 那周卓呢 他说明知齐庄公和崔夫人鬼运 他心想 那不如在外面等候吧 他就吩咐随从的人马 在上府外面来等候 知有的护驾将军 那个五成之斌假举呢 他就不肯了 他说我只知道保护主公 重任在身我 宁可被主公斥责 我仍然留在门外面等嘛 好了 你们三个带领军事在外面 我一个人进去里面 在中堂首位 就是这样 只有假举一个人呢 就进到崔尚府 就在中堂那里来到警卫 其他人们就在外面 那个齐庄公呢 他这回是心急见街人 所以身边呢 一个护卫都不带 急急脚穿堂入室 就去到后面 就来到崔夫人的间房 崔夫人呢 就成装打扮来到迎接她 刚刚请齐庄公坐落而已 有个婢女急急忙忙来报 说上驳刚刚醒了 很口渴 请夫人立刻拿杯蜜糖水去 崔夫人就请齐庄公坐阵 说拿杯蜜糖水去以后 立刻就回来 那么崔夫人出去了 那间房子就只剩齐庄公一个人 等一下 咦 那么久 越等越心急 就起身在仿雪度来度去 忽然间 听到窗口外面叮叮当当 兵器碰撞的声音 齐庄公此人 平日是耗练武术的 一听到这些声音就有点警觉 立刻走到窗口一望 哎呀 外面刀光剑影 杀气重重 齐庄公就知道糟了 立刻就想冲出房外边 谁知房门已经锁住了 齐庄公就大声叫内事 也没人影 齐庄公就心急了 出力一脚就将房门踢烂了 一冲就冲出来 乌兵了 厅外边的大门也已经锁住了 厅那道门这么厚 怎么能踢得他开 齐庄公就只要走回头 一冲就冲上角楼 上角楼只要躲起来 忽然间大门打开 如先埋伏的吹处了步下 一勇而入,有些拿着长矛,有些拿着弓箭 大声哭哭哭,不要放走军军啊! 齐庄公那时候狗急跳唱,要在角楼的窗口上爬上瓦背顶 谁知道这间角楼是孤零零的,四边都没有房屋相伦 在瓦背顶上面无路可走的 下面的弓箭手已经围到实了 齐庄公最初还摆起国军的格局喊下来 华人是国军,你们不得无礼 下面就顶了一转 我们不知那么多,我们只是奉上国之命来杀分军 齐庄公有点害怕 请上国来和寡人相见 上国病了,不懂得起床 齐庄公那时候就知道这回走不脱身 他就说,好了好了,既然一定要杀寡人 寡人就去太妙自杀 而齐庄公那群手下也不是傻的 放下来都是放富贵山的 一声令下万箭齐法 齐庄公当堂伸中几箭,屋顶一算 扑了下来 齐庄那群暴眼就涌上一连几刀砍下去 斩到血肉模糊当堂断了气 齐庄公死了 之外面呢 还有四位五成之笨和那群警卫军士 现在怎么来对付这四个老虎呢 齐庄早有安排了 他内外一起动手 这边杀了齐庄公 跟着就撞响大钟 当当当一连响了三下钟 外面听到钟响就动手了 那时候呢 四个五成之笨 三个就在外面警卫 有一个呢 即是假举呢 就跟说进府内 站在钟堂首位 那上府呢 就十分大的嘛 钟堂来崔夫人的房子就很远的 假举呢就不知道那时候 齐庄公已经连命都没有了 还拿着配剑 站在钟堂首位 忽然间呢 几声钟响 齐庄公的随从假算 就拿着蜡烛进来 说将军 刚才有钟响 不知道会不会在上府里出了什么事呢 小人已经通知外面三位将军戒备 请将军进去里面补架 接着假举呢就拿起蜡烛在前面带路 刚刚推开中门进去 那个架树忽然炸底下跌了一架 蜡烛熄了 里面黑黑黑黑黑都看不见了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 如先迷伏了他没有事呢 十几只长矛一齐队过来 名枪二党暗战难防 那位假举一下子就被人暗算身亡 那在上府外面呢 那个吹柱呢 如先就早就派定了人 准备好了酒席 在外面的行馆到来 接待周卓和胡家军马 那吹柱呀 是朝中最有实权的大夫 是上国来的嘛 国军呢 时时来到上府找个吹夫人的 那便乱惯乱熟的了 周卓那几个呢 有些人又不太在意了 想着主公有牌都没出离 就不如在行馆上喝酒吧 越饮越惊 吹上府的徐宠呢 就劝他们连长矛配剑都放在一边 来开怀痛饮 喝下喝下 忽然间就听到里面三声钟响 周卓呢 听着就想起身去看看有什么事 咦 陪同喝酒的上府随从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清光呢 周卓和另外两个五成之斌呢 就觉得不对路了 就想拿手上的兵器 糟了 长矛配剑大刀划击 所有的兵器统统被人家收起来 这回终极了 周卓就想冲出外面 大门组已经锁到实了 到大门是十分坚固的 周卓几个人出 到大门组都撞不开 想爬窗口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含含声火光冲天 四面一起着火 原来吹转一切都安排好了 如是堆满了柴草 要将他们几个一网打准 果然呢 外面大火里面锁到实 冲都冲不出 齐庄公那帮徐冲 就连同那两个五成之斌 冲通的烧死了 单单只剩下周卓 他推倒了牆 就跑了出来 周卓一冲出火海 双证吹处的大仔崔成 崔成的手拿着长矛 一见周卓走出来 就跌过来 周卓闲身一臂 顺手一掌就打过去 堂堂将崔成的手打断了 整个扑在地上 那时候周卓的心 天挂着要救齐庄公 故事也没有空来杀周成 周卓一眼望到前面 动着一条大石柱 这条大石柱 是用来绑马用的 周卓双手抱着石柱 大牙石柱 整条石柱 整条石柱拔了出来 两只手飞舞着一条大石柱 冲入上府 救齐庄公 那条大石柱 几百斤重 周卓本尼也有名的将军力大无穷 现在发的狂 非摸着一条大石柱 上府里面的人 哪里能顶得住 让他一直冲入后堂 吹喘大声喊 将军听语 昏君无道 已经死了 尸首就在前面 将军这么勇猛 以后我一定重用将军 周卓听到这么说 大喜经 上前一看 前面真的摆着齐庄公的尸首在那裡 再看看 四面已经布置满了弓箭手 周卓大声喊 我周卓并非是见利忘义的小人 怎能去依附你的这样的奸臣 周卓今天没有尽到保护主公职责 好了 就射却一命追随主公在地下 降完举一条大石柱 照着自己的头就摸下去 咔嚓的声 那条石柱就断了 就裂的头就裂开了 当堂就死了 那齐庄公带来四个警卫的五成之斌 就全部死了 这位齐庄公 他平日最重信那批五成之斌 每个人都对他们照顾得很周到 又比他们很高的待遇 所以这帮人 就不理齐庄公好坏 总之他对自己好 就死心塌地拥戴齐庄公 齐庄公死了之后 其他的五成之斌也纷纷自杀 那齐庄公经营了这么久 花了这么大心血 找到那十几个五成之斌 从此就烟烧云散 单单就死剩两个 一个就叫做奴仆葵 一个叫做黄河 这两个人 本来一听到齐庄公死了 亦都准备自杀 后来奴仆葵就说 国军立我们为勇者 后来又封为五成之斌 是要我们当护卫 现在主公被人暗宣 我们对不住主公 本来亦应该跟随主公的地下 知道这样 如果我跟你都死了 那谁跟主公报仇 不如这样 我跟你离开齐国 暂时躲在国外 找机会回来报仇 那 无论哪个回来先都报 一定要想办法 找起两个一切 此仇不报 死不明报 对 在无论哪里 哪里